我在梦中正五点钟做的梦 梦中手里拿一颗药 好像这颗药呢是治乳黄癌的药 是治乳黄癌的药 但是我拿这个药 我让这个药送给谁 有人吃呢 后来呢 后来就吃线子 后来就不是线子 就梦中啊 后来发现了自己两个乳黄呢 肿起来了 后来这个药就留给自己了 后来梦中就醒了 不好的呀 这就是有问题啊 听得懂吗 要当心的 那这个药 这个药是菩萨吃的是吧 这个药我告诉你 就是说明 可能菩萨在救你的 你自己要是再不好好努力的话 你真的要出事了 我不骗你的 嗯对 我的乳黄 去年我在心理法院上分享过 就是我乳黄长到八毫米 那个小鸽大 后来念 师傅我开始念了 一百零八道小毫米 然后念就消掉了 后来呢 就是我有吃 还有吃做木呢 梦中呢 我不是有乳房真身 我两年没两年就检查一下 后来我就分享过了 后来念经这个 就消掉 消掉过了呢 有时候我做梦 在梦中呢 然后我爸爸 喝了我过世 一个远方的亲戚 他们在喝茶 后来这个远方过世 这个亲戚就问我爸 他说听说你女儿乳房 长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讲完了 我爸就跟这个过世 这个亲戚就说 啊 我女儿那个乳房真身 全部消掉了 后来我梦中醒了 确实我的乳房 就确实越来越好了 这是真的吗 师傅 那当心啊 当心的 这也是可能 这父亲的加持了 或者你自己 要当心了 你不能再带女儿 到这种地方去 这种都有业障了 好吗 好 不去 知道我做事情 不去了 不掉 女儿不去了 别搞了 花钱买最瘦了